现在NBA顶薪是随处可见 但凡你数据好点 哪怕是防守漏洞 一年五千万真不难 如果能打硬仗 人气也不低 那么年薪工资就朝六千万去了 联盟是赚钱了 老板也赚钱了 这是属于球员最好时代 但是NBA太多顶薪都是一家 在五千万年薪为主流的现在 真正配得上这五千万年薪就无人 他们实力强带队出色 既后赛能打硬仗 能成为球队战绩和收入双重保障 真要符合这些要求 现役NBA就无人 薪基奇算是一贯封神 因为夺冠钱 他已经手握两个零VP 一贯加MVP 直接让他在中锋历史低位进入前十 他还是当打之年带队也出色 作为基石太完美 球封武斯不占球权 技术全面 绝金在他带领下 未来三年都是夺冠大热 约基奇这样中锋历史上没有模板 他证明了自己 哪怕商业价值差强人意 一年五千万完全没问题 自母哥及战力 在现役 NBA就是第一 攻防一体 带队出色 已经为球队拿过冠军 他可是单赛季实现过MVP加第一破的存在 历史在他之前就乔丹和大梦做到过 虽然投篮还不够稳定 但是凭借身体天赋 已经能碾压对手 熊路在东部实力依旧是第一档存在 有了自母哥 熊路才有未来 对于这样有望成为队史第一人的球星来说 现在给五千万年薪算便宜了 杜兰特下滑是事实 但是进攻依旧值五千万 他的进攻还是无解 特别是力棍单打已经真入化境 他就是天生得分手 现在靠投篮就能解决对手 关键时刻杜兰特也不手软 他依旧是联盟最好的关键先生之一 在这个进攻为王的时代 杜兰特依旧站在金字塔间 库里也在下滑 不过在空位里还是最强存在 勇士未来依旧有夺冠可能 只要有库里在 一切都有可能 库里为球队四次夺冠 自己也有FMVP和NVP 使他拯救了勇士 让球队夺冠 让球队赚得盆满钵满 他已经是队史第一人 还在持续做贡献 退役后给他素铜像都是板上钉钉 五千万不算什么 最后是詹姆斯 詹姆斯现在最大价值不是能不能夺冠 而是在于商业收入这块 别看都38岁了 商业价值依旧是独一档 他一人撑起了 跟B流量半边天 新闻不带上詹姆斯的名字 感觉都没人看 他只要在胡人一天 球队就是稳战不亏 最后退役巡演球队再赚几 对于这样的摇钱术 一年五千万都算白菜价了 好 好 感谢观看